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美股五盘节目 我是徐一璐 今天是纽约时间2015年3月5号 一起来看一下美股在周四的五盘表现 欧洲央行宣布量化宽松政策 推升美股高开 生物科技板块集体上扬领涨大盘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表示 主权债务购买从3月9号正式启动 直至2016年9月 每月购买的债额是600亿欧元 量化宽松政策将维持到通胀回升至2% 并表示这一次的措施已经出现成效 此外德拉吉还表示 欧洲央行提高了欧元区2015年和2016年的经济增长预期 预计2015年欧元区GDP增长1.5% 2016年GDP增长1.9% 今天走强的板块有消费者必需品和非必需品 电信服务 公共视野 健康保险 科技和金融 走弱的板块有材料 工业和能源板块 期货市场方面 早盘斯坦普500指数十大板块中 能源板块下跌严重 跌幅为0.6% 直纽约时间周四上午11点 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下跌近1% 徘徊在每桶50美元的整数关口 现过黄金升至新高 报每盎司1207.38美元 经济数据方面 来自美国劳工部最新的数据显示 美国2月28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是32万人 预期是29.5万 另外美国商务部公布的订单数据 结果显示 1月份工厂订单环比下滑0.2% 不及预期 公司方面 今天重点关注一则收购新闻 美国抗癌制药商Farmers Seslix交易代码为PCYC 早盘股价大涨近11% 那么强生和爱博维争先收购这家公司 据英国金融时报获悉 强生公司将以170亿美元收购这家公司 同时爱博维也公布 将以更高的价格210亿美元收购这家公司 旨在扩大肿瘤药品的生产 那么爱博维称预计通过现金 发行新债和股票结合的方式 为这次收购提供资金 爱博维首席执行官Richard在声明中表示 Farmers Seslix研发的突破性致癌药物 与爱博维的药品可以完美互补 那么强生与Farmers Seslix早在2011年 就已经签署了近10亿美元的合作研发计划 那么以往制药公司更多的是 与较小的制药公司保持合作伙伴关系 很少出现这样的整体收购现象 可以看出那么近期制药行业的竞争是日益加剧 收购消息公布以后 追踪生物科技板块的IPB指数持续突破新高 德意志银行表示 尽管看好苹果手表未来的市场规模 但是预计该公司的公允价格 仍然会保持在110美元 那么德意预计2015年苹果手表的销量 大约在1760万块 平均售价是350美金 苹果公司早盘股价下跌了0.61报 127.75美元 券商Jeffrey将麦当劳的股票评级 由增持下调至中性 并分析称麦当劳公司内部 正处于管理调整阶段 可能会延长业绩复苏的过程 并预计未来股价会持续窄幅波动 公司财报方面 美国最大的传统食品连锁店运营商 科罗格交易代码为KR 今天带来了业绩喜讯 第四季度盈利 从上年同期的4.22亿美元 增至5.18亿美元 和美股1.04美元 在中概股方面 在纳斯达克上市的 默默科技公司开盘货股价 大跌了11% 今天公布的财报显示 2014年第四季度营收大幅增长702.3% 净亏损是250万 同比下滑了17.4% 以上就是美股在周四的五盘表现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收盘再见